OK 那有沒有成功就看這裡有沒有出現一個打勾 配對成功會出現一個打勾 按OK 好 那這樣就配對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你現在是配對程式對不對 你要回覆成你藍牙剛剛我們慣的那個程式嘛 所以你要按一下reset 你按一下reset讓它重開一下 好 重開一下接下來我們真的要跟它連線了 來 我們把這個講完就要結束了 來 那這裡有一個V2 V2的版本 V1跟V2都沒關係 打開這個那個app的時候呢 我按藍牙連線 哇 不過還好因為那個microbeat的 太短了 太亂了 可是我配對的只有一個而已啊 各位老師你要回去記架你的是哪一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回到我那個 剛剛藍牙配對的時候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比較多人的話 你一開始要把自己配對的名字